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平常可能是丢个东西之类的 有些人可能就会计较好长时间 这样每天过得斤斤计较 一分钱都要算一算 这样的人比如说比较小气 可能自己的心眼可能比较小 这样的话就容易对我们的身心 要等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样的人可能就是 每天都在感觉自己的命不好 每天都在感叹 说着说着可能自己的命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凡事都不能太过于计较 该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要在每天想着念叨着那些事 那些事情就让他随往事就推走吧 第三种人就是会理财的人 你想现在有很多已经上班的人 都是月光族年轻人 其实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会理财 我们每年可能攒下一点钱 到五年后这个钱的数量可能就比较大了 如果我们有个什么病灾的时候 可以立马拿出来钱就来治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理财的理念 到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的钱就拿不出来 到时候赡养老人又养孩子 可能就会焦头烂额的 这样也会导致我们每天就是感叹 命运的不公各种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理财的观念 所以从我们开始工作开始 就要养成这个习惯 可能每天攒一点钱 有这个理财的观念 我们往后的生活 可能就会过得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幸福 第四种人就是广交朋友的人 他们都说了 朋友多了路好走 就是我们平常广交朋友 有什么麻烦什么事情 可能朋友圈子会比较广 还能顺利帮助解决一下 而且我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麻烦 我们也可以找朋友去亲戳一下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让那件事情 长期的在自己心中 自己越来越琢磨 琢磨可能就心情就会越来不好 心情一不好 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发生异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广交朋友 朋友多了 路好走吗 就是说让我们的朋友 经常跟朋友谈谈话 交交心 让他们亲口一下 彼此的反等交流一下 让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顺利 第五种人 就是能和夫妻之间合目相处的 毕竟自己的老伴 是跟随自己过下半辈子的人 如果你们之间夫妻感情不合 经常吵架 你想想天天在经常吵架的环境中生活 怎么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幸福 自己命好呢 肯定就是每天怨天又人 然后关系矛盾之间越来越深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夫妻之间 要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 这样的话才会越来越幸福 我们每天有50%的时间 都会跟自己的对象一起过 这样的话 就是每天如果跟一个相处的好的对象在一起 我们每天就会开开心心的 这样的话长期我们就是面色红润啊 这些身体健康都会非常的好 心情好了 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 不是吗 刚才陈生说的这五种命好夫大的人 大家都记住了吗 你也可以这样 只要你记住 一定要天天开心 一定不要计较那些的得失 还要在年轻的时候会理财 虽然主要就是我们还要多跟朋友交流交流 多广交朋友 朋友多了入行走 第五个就是多和自己的对象好好交流 我们夫妻关系好了 我们的人才会感觉到幸福 感觉到快乐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还喜欢本期的视频 欢迎关注